南州湖安通部落的甲基达案 特别举行祈福仪式 揭开两部落联合风铃剧活动戏目 族人共同跳风铃剧歌舞庆欢 也安排传统歌谣音唱及传统竞技 一姓歌舞展演等彼此交流 三年前我们有一个报信的活动 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报信活动 以前安通跟南州湖就是姐妹部落 三号我们有这个兴趣举办这个活动 希望以后我们的晚辈能够延续下去 这种很好很棒的活动 我也看过他们的以前的那个照片 在民国45年才好 我们安通跟南州湖安通 南州湖的联合这个风铃剧 我们刚刚好 因安通叶林古道横跨海岸山脉 牵起南州湖跟安通部落 山海两边的情谊 60多年前两部落密切交流 曾提办过联合风铃剧 但安通古道崩坏失修 波罗金状人口渐渐外流后而中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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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汲rios安通 运程公路开动后两部落再度密切交流 风铃祭史富报信息 并由对方族人共向盛级 交流活动再度回复 两部落青年齐席能够元席传承 透过交流彼此学习 正经情谊 传承传统文化 严实新闻法为了台中长兵采访报道